喵 晚安 歡迎回到預設檔案 我是DK 前幾天我在IG收到一則神秘的私訊 上面寫說 今天看到你做過有關邪教影片 希望你們能夠研究這個宗教 它叫做彌勒一貫道 教主是彌勒黃佛 陳金龍 有些信徒甚至會改名字 改成彌勒某某 而且是真的到護證書去改掉 所以它到底是不是邪教 我自己也很好奇 所以我擬定了一個作戰計畫 我查一下 我發現它在台南也有一個據點 因此待會我就直接戴眼鏡偽裝 秘密潛到道場裡面 但這樣說法是有點誇張啦 因為我預測如果進去參觀 應該會有人好好跟我介紹這個宗教的來龍去脈 現在就出發 各位我現在就到了這個 迷勒三宏母寶店 我等一下就進去問看看說 能不能進行拍攝 我如果大概是不能拍攝的話 我就做一個訪談 問一下說這個宗教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進行的方式 這樣 迷勒一貫道協會 那我覺得這宗很特別 那是那個太太風的神佛 其實我們是佛教道教 基督教的教會 就是宇宙未來的世界觀 因為觀念有些什麼 接納各種的概念 各種宗教 對 其實天上的神佛是沒有在分教館 因為概念就是這樣 對 然後你看它的後面 它後面也有一個臉就對了 對 比較難過這樣子 對 就像代表我們人有神性跟魔性 就是天主跟惡魔的意思 對 其實我們在修行就是要修神魔平衡 教導所有人可以 戰鬥 可以幫自己解念 再來我們進來 這個是 齊天大盛的感覺 對 沒錯 它叫 我們一般二度人間是叫 孫悟風對不對 它其實身後也都一直在晚上休息 它的戰鬥能力 對 比較強的 對對 然後就是 水魚高教系 五十天 九天 就是 前陣子很香的 就是 九天旋女 它的戰鬥能力也很強 哦 也算是厲害的 對對 對對 那 黎生王母是變大 對 有治病的概念 對對對 這個是你們的 算是 教主 教主的法身 最高法身 叫 美樂天皇 那我們教主 它本身肉身 就是 長得也是這個樣子 只是說可能造型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修行 就是要有自己的法身系統 大姐問一下就是 像這個教主 他這個 額頭這邊有點一點黃點 大姐也有點一點黃點 對 就是我們聖國人制 對 算是什麼樣的意涵 我們這裡有一個 第三頁 那這法聖 它會護食我 然後也會引導我 所以 點這一個 是有這樣的一個含義 對 它也是 是米樂一貫道的象徵 哦 其實一貫道也有在講上課 米樂一貫道跟五貫道差別在 我們是有米樂佛的一貫道 那坊間的一貫道是 他們還在找尋米樂佛 我們有在跟貫道的高清說 你們在找尋米樂佛在做 就董基院 他們會不會就是 回規或董基 會要連結嗎 然後我有看到就是你們會改名字 就是把姓氏改掉 然後改米樂什麼什麼 哦 那是要透過我們教主去 准許你改米樂 不是隨便可以改 不是隨便 對是要他去准許 但是要改米樂或是米氏 之前你必須先要有他的法務 他是給你天上的名字 例如說我叫米樂義神 我的義神就是皇國給我的 就是代表說你的靈性 在一邊上是有這關子 所謂關子不管是天兵天降 那個都算 達到一個地位 對對對 你才能改成米樂什麼 對對對 對對對 哦好好好 了解了解 但是我們的歸衣不會限制你說 一定要吃董次數 因為一貫道好像是吃素 我們沒有董次數 我們沒有這件 對因為天體軌道的運轉 本來老虎就是吃肉 牛就是吃醬 他的基因設定就是這樣 我們人就是雜死 對所以不需要去局限制 即使說你吃素 你先吃什麼不OK 那你不用了 而且我們在弘揚的是未來佛法 不是我們坊間二路的一些宗教師 每個眾生都可以成神成佛 整個天體軌道的天葬 都是由明樂天王講 跟我們肉身教主 他們能夠去配合 去重整天體軌道 主於是整個宇宙天體軌道的國王跟皇后 如果我們人的思維就是這樣行 了解 謝謝 謝謝共有講那麼多 這尊叫九龍媽祖 因為我看它資料特別的不一樣 對對對那個礦石是九龍燕營燭 對對對4000公斤重 好後面就沒有拍了 因為我同時要跟大姐對話 然後要拿攝影機 實在是很不方便 不是攝影機啊 收機 因此我用口述的方式來描述 之後所發生的事情 還有我得到的所有訊息 我是憑記憶去回顧 如果有任何記錯的地方請多包含信徒呢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糾正我 後來這位很親切的 一直跟我介紹米勒一貫道的打擊 他就說他這一邊有一個蓮花座 如果我坐上去盤腿 然後靜心下來念他們的經文 經文在這裡 就可以感受到一個沉澱的心情 還有能量湧上來 老實說當時我心裡是覺得有點荒謬 不過為了實驗的精神 我真的就照做 這樣打坐 在臉火桌上 十方宇宙迷樂三黃天 十方宇宙迷上正崗 正法金剛 南無盟 聖禮善無止 迷樂黃火成金龍 可惜是我自自弩頓 天眼未開 沒有感受到什麼神秘的力量 所以大概就做了三分鐘 我就下來了 結果大姐就很驚訝看著我 你怎麼做一下子而已 我也是有點尷尬 馬上回答 因為我體驗一下就可以了 我還想要跟你們這個宗教 學習更多的事情 說到這邊呢 其實這個大姐非常親切的 並且熱心的在跟我們介紹 跟我介紹 那我信不信呢 老實說很可惜 我一個字都不相信 因為我就說我沒有靈性 也沒有那個智慧 真的沒有辦法打動我 可是這是我個人的感受 至少這位大姐在跟我介紹的時候 沒有讓我感受到一絲絲的強迫 一點都沒有 我就一直聽她講故事 這是我覺得很舒服的地方 所以我也願意用接納包容的態度 繼續聽她講下去 然後我就問她 大姐你大概是什麼時候加入這個宗教 她這個加入的原因又是什麼 什麼契機 她就說15年前 有一個學長先加入 當時還是一個氣功修行的形式 後來才慢慢從鍛鍊身體 逐漸變成心靈成長 所以這個學長就接到她進來 那個時候她是無神論者 卻逐漸接受 沒樂於關道的許多觀念 她有說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問她 那目前這個宗教 信徒大約有多少人 得到的答案是 大約只有400人 我這個規模跟其他宗教 是沒辦法相比的 她就說因為教主 種植不重量 教主重視的不是無止境的擴張 而是忠心虔誠 最後我想要了解 這個宗教更多的事情 我就跟她買了這本書 《彌勒宇宙天國》 特別說明 她完全沒有要推銷我任何物品 這個是我自己主動要買的 因此我提出說我要買這本書 她反倒是有點嚇一跳 她說這些書是修心人 用法身到天國的圖書館抄寫下來 這個做法叫神義 換句話說就是上天的語言天書 我必須說這個觀念可能有點扯 但是呢 她就是一種信仰 我也抱持著尊重的態度 那離開以前呢 她就給我這張卡 這張卡 請我去精爐 順時鐘繞個九圈 然後會給我一個保佑 當然我就是不太相信 不過看這個大寫也是很熱心跟我聊半小時 所以我就照做我也照做 那這個動作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迷勒於灌道 還是有很多道教的成分存在在其中 不同的是 他們比較不重視點香這件事情 大姐是說這樣比較環保 所以我一進到這個神殿裡面 是完全聞不到整個現香味的 到家以後我翻開這本書 我買的這本書 不誇張 每一個字我都認識 但是組成句子語文上以後 我是完全看不懂在寫什麼 就是沒有那個悟道之心 那如果有人想要這本 IG私訊我我送你 然後我在網路上搜集 這個宗教的資訊 整理清楚 在這邊跟大家做個報告 迷勒於灌道 也稱為迷勒宇宙皇教 教主是陳金龍 有關他的過往事跡幾乎找不到 跟其他宗教相同的地方在於 信徒都相信 陳金龍教主不是凡人 而是迷勒佛的化身 神明一般的存在 其實他是出生於1960年7月10日 家境貧寒 畢業於復興美工 而後重置有關電玩遊戲機的失業 從中累積不少財富 然後在遠赴專國 投資房地產賺了很多錢 但是財富並沒有為他帶來快樂 因為他的身體不好 他一直有坐骨神經痛的問題 每天都痛到甚至沒辦法下床 1988年他就開始學氣功 認為氣功可能可以減輕他的病痛 然而結果不如預期 於是他就開始尋求心靈上的協助 把期望寄託在宗教 1994年在台北設了氣功修行道場 日後逐漸往成立信仰的方向去發展 可是過程其實不是很順利 歷經教徒的叛變分分合合 最終在2001年正式向內政部申請成立了宇宙米勒黃教 並且開創了事業體系 米勒黃教文化事業股份有些公司 教主曾經理所當然擁有最大的股份 而其他的董事也都是以米勒作為信事 說到信事改成米勒這個行為 並不是每個教徒都可以改的 前面有說到就是教主清點的人 認為你修道有成才能改 雖然外界難以理解包括我在內 反正這就是一種信念 因為都有人為了吃壽司改成鮭魚 所以我也不會很訝異 再來是講到他們的事業 令人驚訝的是 米勒黃教是擁有時尚品牌 叫MXPX 而且真的在百貨公司設有專櫃 教主曾經也有他自己的美術館 這可以說是我看過最多元素的宗教 至於犯罪紀錄還有糾紛 我在判決書搜尋一輪 並沒有查到類似像日瑞民工 徐少榮事件 還有中華日行儀善協會所發生的情勢 所以我可以做一個結論 清楚的說 他們的確提出了異於常人的概念 但這些都是宗教信仰自由的範圍 你可以選擇不信也可以選擇相信 那都沒有強迫 他們就是一個政府合法立案的宗教 目前沒有邪教的跡象 目前啦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對 迷了一貫道 AKA 宇宙迷了黃教的一點小研究 希望能夠解答這位網友的疑惑 後續如果得到進一步的資訊 我也會再做影片更新 那有看到這個社會奇怪現象 也歡迎到我們IG私訊給我 我能夠研究就盡量跟你大家做這個研究 那以後在百貨公司 如果逛到這個專櫃千萬別訝異 因為這也是新興宗教的現代一種呈現方式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了 14天搶先看 恰恰 我們將寫劇大片 會員無限看 Fuck me Fuck me 都爛人嘛 他們